各位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的12月31日,首先祝大家隨直快樂, 還有希望大家有一個健康和豐盛的2021年。 如果還沒有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,請馬上訂閱, 還有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鈴鐺,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分享出來的視頻和直播了。 我們知道幾天前拜登開會,然後發表了一個聲明,當然拜登大家都知道他已經贏了選舉, 但是正式我們還要等到1月初的時候,等選舉人正式宣佈他勝任, 然後再過兩個星期他就會宣誓就職,其實很多人都會期待說拜登會不會上台之後, 他的政策會有一點點不同,會不會跟我們特朗普總統先生不同? 即是我們的主持人,那會不會跟中國修補關係呢? 其實小弟之前都已經說過了,其實在整個美國的玩法來說的話, 他的政治制度,無論誰站在台上去說話,代表白宮說話,其實是沒有意思的, 你這個人樣改了去,基本上就一樣的了,他們所說的所有事情, 整個國策是不會變的,因為深層次是有另外一班人決定著美國的方向的, 所以遠遠望白宮永遠都是一模一樣的,誰站在陽台上面並不重要, 為什麼小弟會這樣說呢?因為他這次發表的宣言是什麼呢? 呼籲一些國家要聯手抗華,還有傳媒敦促他要武裝台灣這樣說, 其實小弟就覺得呼籲民主國家聯手抗華, 其實他到底在說什麼呢?他是說想聯同一些理念相近的國家聯手抗華中國, 這個什麼叫理念相近呢?小弟就覺得這個名字其實很不清晰, 結果他找了一份英文的報道來看,其實他用的字是like-minded, 其實這件事仍然是很不清晰,到底什麼理念相近呢? 跟誰理念相近呢?小弟估計他應該是跟他們美國理念相近, 但是美國有這麼多理念,究竟跟誰理念相近呢? 跟美國的霸權主義的理念相近呢? 就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,讓美國可以去掠奪其他國家, 但是這樣又有一個問題,如果美國繼續維持他的霸團, 繼續去全球掠奪的話,支持他的人不是自己拿屎上身嗎? 所以這件事又有些奇怪,除了這個之外, 可能認同他們什麼呢?可能認同他們的英語世界, 他們的政制,但是說真的,我們又和你們不同民族, 你們Anglosexen,就是本身是英國出來的一個民族, 然後雖然說你去到全球,但是現在很老實說, 英語主導的國家,全球數來數去都是只有幾個, 大家熟知五眼聯盟,最多再加上愛爾蘭, 其實其他用英語的,基本上和你們的文化都不同的, 你想像是你又是說自己五眼聯盟, 不要經常說來說去都是這個, 另外還有什麼可以認同美國呢? 就是美國智常論,美國是跟別人不同的,就是歷史發展出來不同, 所以令到它有一個道德的高地, 喂,對不起,我完全看不到, 因為小弟看到的美國,只不過是一個侵略者, 由他一開始白人去到美洲,一路到後來呢, 美國呢,冊葬了,崛起了,其實他所做的, 這麼多幾個世紀以來,所做的事情就是戰爭啊, 流血啊,侵略啊,你說你在道德高地上面, 很抱歉,就是看不到,我相信全球也很多人不認同他這一點的, 那其實呢,我們可以看到呢, 那說來說去,究竟要認同他這什麼呢? 就是基本上呢,令到小弟摸不著頭腦啊, 那但是呢,他其中呢,就是講到, 為什麼要跟中國抗衡呢? 原因呢,就是說中國呢,有幾宗罪這樣說啊, 就是說中國呢,在貿易方面呢, 在貿易方面,在這個科技方面, 在人權方面呢,其實呢,都是做了一些呢, 破壞這些規則的事情, 但是到底是誰在破壞規則呢? 小弟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很不明白, 小弟都不知道呢,拜登總統想說什麼, 或者呢,真是如他的政敵所說, 這位老先生真是老了, 他自己老根已經不清醒了, 那因為如果說到呢,說中國呢, 在貿易方面呢,是破壞了規則的話, 其實呢,我們可以看到,包括世貿組織, 都是說呢,美國, 在無端端呢, 揭起中美的貿易戰, 然後呢,強加很多碎行在中國的產品呢, 其實是違反國際的貿易條例的, 那其實這個是世貿組織說的, 那沒錯啦, 那美國作為一個犯罪者, 然後呢,走來說其他人犯法, 哇,那一件事情, 小弟覺得很好笑啦, 那第二件事,他講到什麼呢, 就是說呢,在科技方面, 科技方面的規則呢, 也都是違反了的, 那但是其實我們又真的可以看到, 好像呢,中國的科技公司, TikTok, 自治跳動, 那美國呢, 就好像呢, 一個哈巴巴巴的, 黑社會那樣, 那樣, 強硬呢,就想將自治跳動, 由中國搶了過去, 那這一宗新聞大家都知道的了, 那其實呢, 我們可以看到呢, 美國呢, 去攝取別人的科技成果, 那基本上呢, 是用強權, 用掠奪的方法, 那如果說呢, 是破壞了世界有關科技的秩序, 到底是中國, 還是美國呢? 那如果說到人權的話呢, 說中國呢, 是這個, 破壞了世界的人權的規則, 那其實這件事情又很奇怪, 因為我們知道, 中國其實很重視人民的, 那也是今年呢, 很開心地, 中國呢, 是成功滅貧, 就是將國內的赤貧人口呢, 是歸零可以說, 當然呢, 減到極少數, 到底是不是歸零吧, 要看正式的數據出來, 但是如果我們反過來, 看回美國的話呢, 美國現在呢, 還有三千幾萬人呢, 其實呢, 他們呢, 還是活在赤貧線之下, 那你說人家, 人家呢, 是無視人權, 那你們國家的人權又做成怎樣呢? 美國三億多人, 三千幾萬人, 根據這個美國自己的網站說, 三千幾萬人呢, 是活在赤貧線以下, 就是說有百分之十, 那你國家的人權又做成怎樣呢? 另外一件事, 生存權在美國有沒有得到保障呢? 就是不要說它的槍械的問題, 好像今次新冠肺炎, 美國呢, 現在的確診人數呢, 已經呢, 是超越了二千萬人了, 那其實就是說呢, 它也都是靠近去到六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的人民呢, 其實是已經, 已經呢, 是確診了新冠肺炎, 而且有三十幾萬已經過了新的, 就是在美國連一個生存權, 赤貧都完全未解決得到, 反而呢, 經常響說, 人家是侵犯人權, 就算是人家人權方面做得比他更加好, 他也一樣是這樣指控的話, 那其實這件事也是令到小弟覺得很好笑, 另一件事呢, 就是小弟也覺得, 拜登真的年紀老邁, 老根不清晰呢, 就是他根本呢, 看錯了這個世界了, 因為呢, 其實他現在呢, 都說呢, 是要跟中國抗衡,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呢, 著名的歷史學家, 也是著名的作者, 人類簡史, 這本書的作者呢, 哈拉瑞先生呢, 其實呢, 他之前在這個達佑斯論壇上面呢, 已經是發過言的了, 那他發言呢, 是說什麼呢, 他是說呢, 現在這個世界呢, 我們人類所面對的問題呢, 其實呢, 已經是非常之嚴峻了, 那所以呢, 已經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呢, 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解決的, 那他呢, 有提過呢, 好幾個不同的問題, 那其中呢, 就是他講到呢, 就是, 要去做一些, 真是有效的事情呢, 現在我們是需要全球性的合作, 而不是對著幹, 那所以呢, 那所以呢,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, 美國到現在呢, 都仍然是一個對著幹的心態, 其實他根本是想維持著自己的霸權, 而無視人類的幸福, 那所以呢, 所以呢, 其實呢, 對於一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, 美國到底是不是一個適當的帶領者呢, 其實這件事情, 小弟當然無權自得, 但是呢, 老實說, 小弟很希望呢, 大家都真是認清了這件事, 尤其是呢, 到現在呢, 我們看到有很多問題, 包括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, 其實我們也都可以見得到呢, 已經不是單獨一個國家可以全部解決得了, 那所以呢, 世衛組織也都是一路呼籲, 說這次是應該全球合作呢, 去處理新冠肺炎這個問題, 去對抗這次呢, 人類可以說呢, 達入了二十一世紀以來最大的一次疫情, 那但是呢, 美國一直在做些什麼呢, 除了它自己國內根本處理不好之外, 也都呢, 我們看到美國呢, 甚至是聲言啊, 退出世衛啊, 抹黑世衛啊, 那其實呢, 它現在都只是走向一個霸權至上, 從全球對著降, 這樣的一個國家又憑什麼, 去說要聯合其他人呢, 來對抗一個呢, 現在跟全球緊密合作的國家, 就是我們中國呢, 那其實另一方面呢, 就是看到呢, 這一份報章的報道呢, 就是說呢, 傳媒就東促呢, 要去武裝台灣, 賣武器給台灣, 那其實呢, 這件事呢, 在美國呢, 已經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出來了, 那因為呢, 就已經是有, 傳媒的報道呢, 就是說, 現在是時候呢, 我們需要重新考慮一下, 到底是不是繼續賣武器給台灣, 因為賣武器給台灣, 不單止不可以幫助局勢穩定, 反而是令到呢, 現在海峽兩岸呢, 是越來越緊張, 更加有可能一觸即發發生戰事, 當然啦, 美國夠不夠膽直接打中國, 小弟覺得是不敢的, 因為我們看到美國的懦夫行徑呢, 在過去幾十年, 他從來不敢鬥一個有核武的國家, 他就是懂得欺壓什麼地方呢, 欺壓一些沒有核武的國家, 所以很慶幸我們祖國, 很早已經完成了, 自己研發了核武, 所以令到我們呢, 可以令到美國不敢對我們呢, 太過分, 如果不是的話呢, 美國會做些什麼呢, 我們相信我們都看到很多的了, 看看他怎樣對付伊朗, 看看他對北韓那種呢, 搖美黑連那種態度, 我們就可以知道呢, 其實這件事情對他來說呢, 是很重要的了, 但是呢, 他也不會放過很多機會, 用其他不同的層面呢, 去打壓我們中國的, 包括呢,就是挑撥台灣, 但是挑撥台灣又怎樣呢, 其實呢, 他最終呢, 是不是真的為了想扶起台灣和中國, 去抗衡呢, 老實說, 小弟又說一句, 我們中國人的老話, 一個廣東人的老話, 狗是改不了食屎的, 所以呢, 他就算是想扶起台灣也好, 他仍然呢, 是要拿著數, 因為拿著數, 基本上就是維持霸權,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, 那這裡呢, 就是看到一個報道呢, 就是說呢, 他受台武器呢, 就說要這個呢, 43億, 其實我們看到呢, 這個43億是什麼呢, 相信呢, 就是說今年的, 這個呢, 就是說要去認證一些, 認證一些之前所賣的武器, 那就是大家看到這個, 愛國者三型飛彈零組件, 相關的更換維修, 測試台後勤支援, 就是要了6.2億美金的, 那其實呢, 我們可以看到, 這個不是賣些什麼新武器, 只不過呢, 是做一些維修, 這些武器舊了要去維修, 但是結果他收緊呢, 台灣這個呢, 所謂他的盟友, 所謂他支持的地方, 收了43億, 這43億呢, 正是為了去驗證, 那所以呢, 在台灣裡面的網友呢, 甚至呢, 他在說呢, 鱷魚這件事呢, 就是用錢去買過期的狗糧, 那而且呢, 很老實說, 這次包括那些愛國者三型的導彈, 是不是那些什麼很新型的武器呢? 其實小弟呢, 就上網找了一些資料, 愛國者飛彈的三型呢, 就是所謂的PAT-3啦, 其實呢, 2003年呢, 這個武器呢, 已經是用緊的了, 那就是到現在已經十幾年, 大家知道啦, 科技的發達呢, 是可以說真的一日千里, 那所以呢, 十幾年前的武器, 今天還要用四十幾億去維修, 那之後呢, 跟著這些武器, 其實可不可以發揮到它的功用呢? 那, 我們呢, 看看維基百科自己所說的東西, 那這些使用呢, 我們看到呢, 伊拉克戰爭呢, 是有用過的, 那那愛國者飛彈呢, 那愛國者飛彈呢, 當時呢, 是有效的, 曾經有效去使用的, 那但是呢, 其實這個使用的效果呢, 滿不滿意呢? 其實這個真是見仁見智啦, 因為呢, 其實, 真是很多枚飛彈, 例如呢, 它發射了二十四枚的飛彈呢, 這個愛國者三號的導彈呢, 只是擊中其中的九枚而已, 那所以呢, 其實它擊中的百分率不是很高啦, 那其實呢, 如果一個密集式過去, 真真假假一起插過去的話, 那到底呢, 可以幫助台灣防禦到多少呢?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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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雖然說, 啊, 甚至呢, químici, 讓美國呢, 就真正的一体掌握, 人家瑞恩 這次天bije 也對下坡風 domino的歋巴, 也就是 Steven Rair existeaste, 美國仍然是最大的,但是美國現在佔全球的經濟的份額是不足25%,而中國已經佔了超過16%,而且是追得相當快上來,所以現在美國的份額甚至佔不到全球的四分之一,它已經沒有了之前那個舉足輕重的位置, 其實我們看回如果以這麼多個國家地區所轉的份額,我們看回過去2000年的發展,其實美國去到最高峰的時候應該是1950年代,它當時一個國家佔了全球的GDP的份額是超過30%,其實跟著下去就是看到全球化和其他國家慢慢又開始追上來的時候,美國所佔的份額已經是越來越小了, 其實很老實說,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的依歸在哪裡呢?大家都看得到的了,如果是說回19世紀之前,其實全球最大的經濟區是在我們亞洲, 我不是想說中國,當然中國也是很大的,但是全球最大的經濟區超過全球經濟, 因為當時沒有正式的統計,估計超過全球經濟60%的生產力其實是在我們亞洲, 只不過後來因為工業革命令到歐洲、美國那些地方的生產力是急劇攀升,所以去到二戰之後,他們幾乎是佔了全球七成幾八成的份額, 但是自從在1950年代開始,亞洲急速追趕,尤其是我們中國在80年代之後的急速追趕, 現在其實已經令到亞洲和其他地方基本上可以說是分庭抗禮,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的趨勢發展,亞洲將會在未來主導這個世界的經濟環境,其實這件事很正常的, 因為如果說人口的分佈來講的話,其實最多人口的地方也是在我們亞洲, 所以如果是經濟,如果是各個平均,人均的GDP是開始越來越拉近的話,其實亞洲佔的經濟份額會越來越大, 當然亞洲人並不會像歐美人那樣想去全球掠奪,某些民族小弟不敢代他們說話,例如好像日本, 但是一般來說,亞洲人在過往發展得最好的時候,也不會想著向全球掠奪,或者向周遭掠, 包括中國其實也是要求人家進攻,會不會發展什麼殖民,其實我們都沒有這樣做,這些完全是歐美人的漏集, 更加種族滅住這些,例如在澳洲和美國發生這些事情,在中國真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,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,現在全世界的經濟是這樣發展,而且全球現在人類面對的問題,已經不是單獨一個國家可以解決的, 全球需要的合作,好像美國,尤其是好像拜登先生,這些過時抗衡的競爭的思維,其實已經可以說不合時宜了, 其實這位先生,就算選到總統也好,他是不是是時候應該退下來,是不是應該換回一些新思維的人上去呢? 又或者其實美國,更加來說,美國是不是應該在他全球領導這個霸主地位,是不是都應該是時候要退下來呢? 好,小禮今次分享到這裡為止,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,如果大家喜歡小弟這一段影片,又覺得裡面分享的內容有用的話, 很希望大家不要亂識,按一下分享鍵,把它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,如果各位對小弟今次分享有任何意見,或者不論你喜歡,或者不喜歡, 同一個關,都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,給一些意見給小弟,讓小弟下一題可以做得更加好,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,我們下一次,下一個話題再討論, 中文字幕——YK